欢迎吃看屈肌小世界,我是Dr. Raymond 8月5日,柬埔寨人民有件大喜事 什么喜事呢? 早上9点,他们的首相洪马内和第一夫人 迫尖莫尼一起主持了一个叫 德崇湖南运河的一个项目的开工仪式 超过2万名的群众在聚集 在场面十分之盛大 整个国家都一片喜悦之中 这个就是官方媒体的说法 当然了,这是一个理情悲喜的工程的启动仪式 因为从来柬埔寨都没有运河 柬埔寨宣布全国大身休假日 即是有人工地放一日假 由城市到乡村,个个都开心 开心是运河的放假就不知道了 不过,值得一提就是 当日原来都是红芯,即是前手上红芯的生日 为什么柬埔寨的领导人这么开心呢? 当然了,他们的说法就是 柬埔寨终于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手中 那你可能会说 喂,喂,喂, Dr. Raymond 我不是很有兴趣柬埔寨的 我都不喜欢去那里 我连越南都没去过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呢?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我们国家 突然会帮柬埔寨建一条运河 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就是帮人建一条运河这么简单? 当然了,西方的媒体就当然抹黑了一番 就说我们的中国海军要沿着运河上去柬埔寨 然后直逼去越南边境 都痴痴的 说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可能都没有怀疑的 而事实上,如果大家有细心看清楚的话 今次的而且确是牵涉一些军事的问题 但是不是如西方媒体所说的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竟然今次特朗普 怎么会无故随关他的事呢? 特朗普都牵涉在内 原来他在另外一个场合 竟然暗示了一些玄机出来 什么玄机会牵涉我们国家 牵涉军事 牵涉美国? 那今集我们一起来讲讲 究竟这条好像不起眼的柬埔寨的运河 怎样影响中美博弈 怎样影响大势 怎样连特朗普都牵涉在内呢? 好多人问我 怎样可以给你子女学会多方面的想法技巧? 现在可以了 今个暑假我会亲自教授一系列的思考训练课程 只要你年满16岁就欢迎你参加 我会透过和大家分享多方面的问题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拆解思考上的盲点 令你看得更通看得更透 四堂都只是2680 如果家人一起报还有七五折 七月八月九月都开班 你还不快点打来 25120929找李小姐报名? 今个暑假不要挂着 换新书包新笔袋 换个新老袋 又是广告时间 我们的九月短期课程就开了 现在报名有早点优惠 快点来 说回我们今期的话题 作为柬埔寨 但是由建国到现在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这个项目 这个德崇湖南运河的重要性 可以怎样说呢? 就好像苏伊士运河对埃及 即是埃及没有了苏伊士运河 你想想多大事 那运河全长自180公里 河道宽是100米 都挺阔的 水深5.4米 基本上可以让那些三千吨的船只都通过 工程随时四年 要2028年才完工 投资总额是17亿美元 那我们不妨先讲讲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很多新闻报导都是这样报的 他就说这条运河有极重大的战略 经济价值 他就连接了柬埔寨的首府金边去海 出海 即是说去泰国湾 亦都使柬埔寨摆脱了越南 即是对他们的港口的依赖 大大增强了柬埔寨的战略自主 建好之后柬埔寨的贸易运输 都不需要再受制于人 受制于人的意思是受制于越南 从而真真正正的 就将自己国家的命运 就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 都对的 他这个说法都似是 柬埔寨虽然是一个临海的国家 即是旁边有海岸线都挺长的 不过由于海岸线全部都是 如果大家有看过他的地图的话 他沿海、瓜纳全部都是山 后面就全部是平原 所以用的港口就不多 全国只有两个大港口 分别就是西南部的西克鲁克港 以及位于柬埔寨河 即是在中国我们境内 叫南瘡江 即是柬埔寨河也叫南瘡江 的金边港 目前这两个港口之间 就是连接 只是限于一些公路和铁路 运输力就很有限 还有大家都知道成本很贵 所以柬埔寨是长期依赖 柬埔寨河出海的 根据统计柬埔寨全球货物吞吐量中 有三乘三是需要经过越南的港口进行 换句话说 三分一的东西都去越南才能出街 所以对越南的确是很依赖的 金边如果大家知道就是柬埔寨 即是首富之余还是经济之处 如果大家知道的 我们很多服装等等 以前我们在东莞的三厂都去了柬埔寨 一半以上的工厂正正在这边 所以它的出口的确是需要通过博船 就运到胡志明的周边港口 然后大家都想到 你做好东西运出去 自然工业原料就运回来 即逆向走回头 所以通过越南运输的货物 比起从西克老克港通过绿路 其实是便宜很多 2009年的时候 简粤两国 即是柬埔寨和越南 就签订了一个叫做水路运输条约 就赋予双方船只一个 即是最惠国的待遇 进一步其实已经是简化了通关 也都是令到柬埔寨的经济 其实是深深地依赖着这个越南的 好了 那问题就是 你既然有一个叫做最惠国待遇 大家都很方便 那为什么还要这条运河呢? 如果你看看的话 今次建这条运河呢 对于他们自己人 即是柬埔寨人 特别是红马内手上 他就说就是 不需要透过鼻孔来吐气 可以用自己的鼻孔来吐气 那他们的官方预测呢 就是如果运河做好了之后呢 柬埔寨经越南的航运 就会减少大减七成 那对于他们国家来说呢 就是一个八千八百万美元的收益 那也都去到2050年呢 就希望可以一路升到上去 5.7亿美元的 那就不需要再向这个越南交 好像过路费的东西 那航运成本又低三分一 还显著增加竞争力 还可以做了很多就业职位 那说着有五万个就业职位 那又可以管理自己的水源 又可以有农业 又可以防控 哇真的什么鬼都可以了 好了那既然柬埔寨这么开心 那照正越南应该很不高兴才是 是不是 那2023年10月 上年12月呢 鸿满内首相在越南访问的时候呢 都说着好像很紧张的局势 好像关系很紧张的 越南总理范明正当时就说呢 就是个项目令他很担心地说 那照正是少了钱又少了生意 那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 那入了2024年呢 越南的主流媒体 就是你看那些年轻人日报 或者劳动者报呢 个个都是在说 越南留意不是柬埔寨 越南的报导就说呢 说越南政府的环保组织呢 对于这个云河项目的 就是环境影响 就是十分之担忧 那就说呢 这个可能会改变湄公河的流向 和水量 也都说呢 会威胁越南的农业生产 和水资源安全 那越南外交部呢 多次就表达了 就是对这个潜在环境影响 就很关注的 那也都敦促柬埔寨政府呢 就不怪你透明一点 对这个环境影响呢 就是评估做得好一点这样 那是不是又真的只是环境呢 好了 如果你看一下 所有的民间东西都说完了 达到军事了 越南的东方发展研究院呢 就有一个匿名的军事专家 就说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帮助中国海军呢 就在越南边境附近活动 那越南人民公安政治学院的网站上面呢 也都有一篇文章就说 这个运河的深度呢 足够可以给军用船隻呢 由泰国湾进入去 就是柬埔寨境内 入到深入内陆 那就影响 就是他们国家安全等等等等 好了 问题就是 如果 你一向都是 就是那些我们 中国人有个说话的嘛 平心不作亏心 时日半夜敲门也不惊 那如果你都不担心这件事的 你不用关注你背后那个后门有人来呢 放置一来都说明是中国 那中国现在对你很差吗 好像不是 那么 但是我都明白了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什么都要想的 所以他这么想都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看起他们的社交媒体呢 我说越南的社交媒体上面呢 他们的民众的角度呢 都挺一面倒的 很多人就担心呢 就会加剧这个 这个越南湄公河三角洲 本来已经严重的干涵 和炎化的状况 那所以呢 就直接呢 就有人援引这个 美国 那美国这个字开始出现了 美国的智库史丁生中心的专家 叫做布莱恩·艾勒呢 就会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来啦 就说这个混河呢 会令到三角洲部分的地区的河水量呢 减少高达50% 那么 好惊啦 听下去 完了 所有东西 美国人都出现了 那发生什么呢 那当然啦 对越南人来说呢 他们觉得 就是今次柬埔寨是一个很忘忍负义的做法来的 就是我帮了你这么多了 当年 推翻这个高棉政权之后 你都没有一点 好像多谢过我们这样喔 这样 这些就是现在你在街上 看到的 就是大部分的报道啊 或者是正面反面啊 都是在说这些 那我们现在 就挖心点 看一下一些街上没有的一些报道 那说什么呢 那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呢 我们一向都很相信一样东西的嘛 就是 美国就当我们中国是头号敌人的嘛 或者是头号竞争对手 似乎你怎么说啦 但是 如果你留意一下特朗普近来说些什么呢 在8月19号呢 他在一个竞选集会上面呢 说了一番话 很奇怪的番话 他说 如果我当选 我就会给多些天然气中国 他在说的 逆化天然气 他在说的 那老老实实 你知道特朗普为人的啦 他连续不应该说的都会说的嘛 刚刚几天前 他才无端端捉住 这个罗伯金乃迪 就是本来说出来参选的 就说 他现在不参选了 现在支持我啦 这样 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上任的话呢 我上场呢 我就会帮你 找回你当年JFK 这个 约翰金乃迪 他为什么会被人杀的死因 老老实实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说的嘛 特别是政府这些这样的机密 这些惊天大一谋来的嘛 不能说的嘛 你找荷里活做一部电影 真真正正就是 把所有的东西摆出来 不行的喔 可能会出很多事的喔 所以 如果你看这一句 无端端说要给多些 逆化天然气中国 你一想下去就是 什么事呢 于是 如果你有心机去挖一挖 你会发觉 原来美国在2016年之前 其实就是过去八年 其实美国在八年之前 从来都不是出口天然气的国家 如果你看看美国的 能源资讯管理局的资料呢 2016年开始 美国就有很多公司 开始兴建大型的 这些天然气设施 在哪里呢 是德萨斯州 路易斯安南州 马里兰州 乔治亚州 这些设备可以输出多少天然气呢 说的是11.4亿立方尺的天然气 是每日 这个数字其实原来是很大的 而另外原来在沿海的一些地方 还有五个新的在做 那他们想做什么呢 他们说希望在2027年 可以再加多9.7亿立方尺的天然气输出 这个是大概多少呢 是说当时时美国输出天然气的两倍 就是要再翻几番 然后呢 还说他们在墨西哥 再要多建一些 不单只是这些天然气的设备 还要加一些其他的输气管等等 然后再向外输出 如果你看看 由2016年到现在 短短八年时间而已 美国已经是第一大的天然气输出 多过什么呢 多过卡塔尔 多过澳洲 多过俄罗斯 还多过马来西亚 这些全部本来都是大的天然气输出过 只是八年 就被美国一炮过追过 那你可能会想 真是好巧 就是在这八年 就是在过去这几年 发生什么事 俄乌战争 北溪一二号 又或者 你看看欧洲的整个天然气市场 以前每个欧洲国家 都完全是俄罗斯的 一个俄乌战争 就令到欧洲国家觉得 俄罗斯真的不可靠 现在这个北溪一号又断了 那我去怎样 找美国 美国又怎样 这个时候天然气又贵 他一旋旋远运过去 赚到阿妈都不认得 还有就是以色列攻加沙 我经常都说 以色列政府 其实就是寄寄着这个 加沙地带下面那块汽田 那其实都是汽的问题 你想想 其实当以色列走去打加沙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久不久 一会就胡塞 一会又说这个真主党 诸如此类都说要襲击一下以色列 那中间呢 就是走火耳目之海 俄的双船又很害怕 你想想 是不是又令到 在那个地方出口天然气的国家 哎 糟了我怎么出呢 搞不定的 然后再想一想 其实美国是不是很多 这些天然气管的 就是你要输出它没有的 它是靠什么 液化天然气船 大大只呢 有几个波那些呢 那如果你想想 自从2016年 就是由美国开始买天然气 去给这些亚洲国家 究竟有什么事发生过呢 如果大家心水清 你会立即记得 记不记得亚基洛三世 你看亚基洛三世 就是去搞南海仲裁案 那个罪府的和首咯 然后跟着那段时间呢 那些什么自由航行啊 什么伊利西伯皇后号啊 又走来又跌了个飞机下水 记不记得 很多这些新闻 都是牵涉南中国海的 而在这段时间 如果大家又有回忆的 以前从来不去讲九段线的 不讲那些什么段线 什么段线 不讲什么招 但是这几年 不停地讲 那你会问 跟亚基洛三世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如果大家去过菲律宾呢 你应该会知道一样东西 菲律宾的租 就是大家都知道很便宜的 不贵的 最贵的 电费可以贵过租 电费是十分之贵的 在菲律宾 特别是在马里拉 如果你看看的话 其实菲律宾自己 都有自己的气田 但是菲律宾那个气田 2027年就快干的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向外面输入了 那大家刚才都听我说 就是说 美国以前不是输出天然气的嘛 但是近这几年就变成输出天然气的嘛 那原本他跟什么国家进入的呢 和我们国家 一年290亿美元的生意 印尼一年139亿美元的生意 和日本一年130亿美元的生意 和南韩127亿美元的生意 美国短短两年之间 已经追到上96亿的生意 那你见到一样东西 美国急速地给天然气这个菲律宾 其实如果你想清楚一点 如果突然间菲律宾没有天然气 就是全部停电 菲律宾会完全没有电的了 那你会说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发电的 用煤不行吗 用油不行吗 其实很多方法的 以前我们是用煤发电的嘛 如果你又用这件事去想一下的话 又找一下菲律宾的报纸 你就会发觉 绿色和皮 一听到这个小马可思说 我们这个天然气井就快干了 那怎么办呢 不如想一下好不好用煤发电 便宜很多的嘛 立刻就走出来了 就说 哇你真是很不环保啊 你这样都可以的 当然用天然气啦 天然气才好的嘛 那于是小马可思就说 不如我们再把那个快干的天然气井 试试用多15年 看看还有没有能够出啦 然后都被人骂 你应该买回来 就得干净好多啊 那你还是跟美国买啦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所以有很多国家 特别是亚洲国家 你看一下 他们是 不是有车没轮用 而是有煤没电用 所以很多国家 基本上都是给这种 就是环保意识 我不是说环保不对 环保是对的 但是用这种手法 固住他的颈子 搞到他不买不行 你一定要跟人买 跟谁买啊 当然是美国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印度也是这样的情况 印度也是有煤没电用 如果大家翻查旧记录 当年一单大新闻 就是印度三分一个印度停电 就是2012年三分一个印度停电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这些呢 因为柬埔寨今天 其实是基本上不用天然气的 它大部分都是用煤发电 那你会说了 用煤发电其实真的没问题的 不过污染嘛 我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说的 如果那个地方要慢慢发展上去的话 你真的不可以空气太骯髒 真的要干净一点 那换句话说 你就要用天然气 好了 那柬埔寨究竟又发展得多快 是不是这么快要天然气呢 如果大家看回2018的数字 我要用2018 因为跟着就是新冠 即是不可以计算下去了 2018的数字你会发觉 原来在那个地区 发展得最快的是柬埔寨 每年的增长是7.5% 跟着其后的才是越南7.1% 再下去呢 缅甸6.8% 跟着呢 老窩6.3% 其实如果你看看的话 整个东盟 这些国家都是东盟国家 原来东盟国家平均都只是5.2% 即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柬埔寨 越南缅甸老窩 其实是发展得比任何东盟国家都快的 他们是急速地赶上来的 那当然呢 我们刚才都说了 你要发展 用天然气啦 所以如果你看看的话 很多这些发展着 或者是高速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沿海的大城市 很多都转了 不再用石化燃料 而用天然气 那当然啦 我们国家都是啦 其实我们现在国家是一个世界 数一数二的 最大天然气的入口国 那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其实不单止是看着这个 就是整个世界一个大环境 那样去转 由煤转做天然气 这一个这样的趋势 而且他还要那些 本来依赖俄罗斯的 就是说是欧洲 整个欧盟 你用了我那个 換句话说 是想吃光整个市场 那你又会想一下 那美国怎样输出天然气呢 刚才不是说那些 很大的波 很大的波 就是混天然气的 液化天然气的船 那船都要有海路的嘛 如果你查回2016年的数字的话 你会发觉 原来有四成的天然气 都是迈来南中国海这些国家的 而所有这些国家 就是我们讲的南中国海 都是经过哪里 就是说马六甲海峡 跟着入南中国海 所以如果大家读过一些国际贸易的历史的话 都应该知道 谁控制过海 谁就控制贸易 因为七成的贸易都在海上面 谁控制贸易就控制货币 就是说国际货币 美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借助天然气去控制海 因为海老嘛 于是由2016年 它预备好了 建好东西 开始卖了 就搞南海仲裁案 然后大家记得 美国就加入战团 帮手 就走来说自由航行 搞搞阵 所以如果美国真是控制了南中国海 就是说的是 个个都好像觉得我们国家在南中国海 不对的 他才是对的 在南中国海 其实他目标是做什么 他目标不单是控制贸易 就是说的是 透过天然气的买卖来控制贸易 还是希望维持着他美国的美元霸权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美国正在跌的嘛 那跌的时候如果你还能够维持霸权 你不靠打你靠什么呢 就是靠招 招就是霸着海路 怎样霸着海路啊 你个个都要用天然气 他就天天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那你所有的天然气都由他来运 自然贸易就变了在他那里 自然的交收就变了在他那里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美国看到目的 即是印度总理目的 无端端就是用这个奴婢和奴布 互换为买油 买天然气 这么鬼不老例 因为他就是要控制海路嘛 印度有陆路去嘛 所以他根本就不担心 那大家于是又想一下了 刚才我们不是在说 中国这么好死 帮柬埔寨起一条这样的运河 当然是那些海军想上去啦 错 如果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 中国其实完全知道美国想什么的 所以起一条这样的运河 其实你想清楚是帮柬埔寨做什么 那当然啦 一真的帮他有贸易的 不需要再这样去 整天都好像依靠别人的港口 我说越南港口 也都令到柬埔寨可以发展得快些 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了一条新的航道 好让液化天然气能够直接运到金边 那你会说为什麽呢 因为柬埔寨自己都说的 他希望在2050年呢 就建设柬埔寨成为一个高湿入国家 那我们刚才都说了啦 你要建设你要发展 你就需要转型变成用天然气 那所以当柬埔寨越来越用得多天然气 当慢慢由煤过到成为天然气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他都买多了天然气 那很自然他都会买些美国的天然气的 不会只是和我们买的 我们都入口的嘛 但是你想清楚点 在美国的角度 这一堆亚洲的国家 越买得多美国的天然气 他的美元就越稳定 但是反过来又想 我们国家其实真的不笨的 整天都说 哎呀 想美国死 想美国死 你想清楚点 美国死了的话 他美元挂了 我们拿着他这样的国债怎么办 所以我们都会想的嘛 国家不行 他美元死了的话 那些国债都冻过水 美国才是真正那个债仔 债仔死了 哪个还钱 所以你想清楚点 美国见到通盘亚洲国家 包括越南 包括柬埔寨 包括老窝 个个发展得这么快 个个都慢慢倾向用多了天然气的话 你够不够胆 撅了这只客人呢 我们国家都用多天然气的 我们都不是不跟他进去的 而他仍然都可以透过 他的这些液化天然气的船 走来南中国海 所谓维持着一个 虚虚的美元霸权 那美国其实很满意这件事的 于是乎 你想清楚点 不是我们国家帮美国 你想清楚点 一点都不是 而是我们国家借助 帮柬埔寨发展 顺手告诉美国 我们全部都是客人的 逻辑很简单的 你想割我们 割左 你死的 于是乎 就变成一个揽炒局面 就是你常常想打我们 常常希望哄我们去打仗 我们主席 不是跟冯德罗英说了 我们不打 说了不打 你都好像不信 特别是民主党很喜欢 好像整天都向中国开战那样 但他又不敢真的开第一炮 又希望我们开第一炮 结果现在我们国家就反过来跟你玩 你要急 我跟你慢慢来 如果中国越南柬埔就是老窝 如果全部都现在发展的话 全部都买多些美国的天然气 这样你怎么开打呢 你怎么去跟这些你自己的客人开战呢 做生意的都很明白的 那个是客人来的嘛 虽然你不像是劉德华那样 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不行 但是无论你怎么不妥他 你怎么不搁他 他始终都是跟你在买东西 那后果就是 如果你不卖给他 你在亚洲的影响力降低 降低之余 还影响你自己的美元霸权 你会觉得好像搬架石头 扔自己的脚一样 所以这个策略是很有效地 为我们国家买了时间 又可以帮我们鄰近的亚洲朋友 建设一番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如果你想一下 只要时间越多 美国能够反击的时间就越少 为什么呢 你看看由2012年到现在 由他们减了一支军队 就是由奥巴马说要做奥巴马医保 于是减了一支军队 去到今天 他现在其实是不敢直接跟人打的 全部都是代理人战争 大家都知道了 有看过美国历史的 美国打了多少场仗是赢的 真的有限的 所以我们国家越玩慢的 越以日代努 慢慢跟你发展 只要我们一日有增长 美国就一日会记住你 你有增长就是我有钱赚 你有钱赚我就是不可以居你 有些情况就好像 等那些熊猫BB生 等到你颈都长 我们不是老鼠 不是一生就生一豆 我们很高级的 我们生一只两只而已 但是等餐死 你不等又不是 你等吗 他又没那么多时间等 所以如果越南不是因为明白这件事 你想一下苏林 怎会无端端走来我们中国 那么高调地来访问呢 其实苏林都要交气的嘛 所以他应该很明白 这个不是一个环境问题 他的所谓就是 我都很担心环境问题 交气而已 所以你看看越南的话呢 其实你想清楚 他越南的地形 如果真的要打起仗来 头尾就肥碌碌 中间就瘦碌 就是说最窄的地方 只有30公里左右 虽然看来好像很容易攻击 就是说要切断他的 中间保级线好像很容易 但是说真的 越南真的很多很多森林 但是想清楚一点 防守都很难 所以当越南在想 我不想捲入战争 我想和平地发展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是好得过 越南老窩柬埔寨一起合作呢 那谁最不妥这件事 当然是美国 你三个合作 他没什么好做嘛 他想动你们的 他想分化你们的 没得玩 所以你看到刚刚在8月19日 正正是特朗普说的那天 美国有一宗新闻说 在柬埔寨有很多人 抗议柬埔寨 越南和老窩的合作 不要搞错 人家三个国家合作 你又说人家在抗议 又说诸如此类 那你想一下 美国究竟为什么想报这些东西 因为你三个合作 他就越来越少时间 如果有根据那种说法 擔心我们国家 透过这条运河去夹击越南的话 那你就真的要想想柬埔寨的地形了 我们刚才都说了 沿海那堆是山来的嘛 中间全部一辣都是平原 那所以你想一下 怎么办 如果你一过了那些山 其实就是整堆平原 就任你冲的 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呢 上一阵呢 我们就派了一些很可爱的 一些萌宠机械狗 就是和柬埔寨去合作 你想一下 为什么要用机械狗呢 这么大的平原 跑得快就好世界 跑得这么快 又可以做到很多军用的方法的话 这些机械狗 其实正正就是 放在柬埔寨 这个这么平的地方去用的 不要忘记得 柬埔寨还有很多地雷是未掃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国家其实都已经在那里 这么多合作了 说怕我们国家 你倒不如说我们 根本就已经在那里 所以越南不应该是担心这件事 如果担心的 晨早我们说盟重机械犬的时候 就吵到拆天了 说我们国家和柬埔寨王家军基地的金龙2024的训练 说真的 如果真的要吵 那时候应该吵了 怎么会在一条混河来吵呢 不合理 所以很明显说解放军要由那条混河上去攻击越南 其实正正就是反过来说话 如果大家有怀疑 美国的做法一般都是这样的 他知道你不是那样 他最想那样 他就会吵你那样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策略很明显就是 越南选拨就是老窝 周边的所有这轮国 大家一起起飞 这样反过来说 他先没办法 他又要当你是客 又不可以打你 但是他又想打 但是又不能打 他打可以令到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出路 可以走去巩固他的经济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打仗可以有很多收入 但是他打仗又会失去生意 所以中国这一招真的用超慢的手法 和你慢慢来 纯粹推舟以日代劳 你要等打的机会 就是说美国要等打的机会 没有咯 怎样等都等不到咯 我们国家不是像美国那样玩本末倒置 用打仗来找生意的 我们是慢慢发展经济 好让真真正正 大家都不但和平又有生意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令我想起一首 Beyond的旧歌了 首歌是这样唱的 它说 慢慢地 慢过Panda 慢过Panda 生必 绝对不会本末倒置 你慢慢地 慢过Panda 慢过Panda 生必 下一集就和大家屈机小世界 拍片 两个字 一横 一动 爱才传媒新媒体广告制作 一个人 一班人都可以 立即和你的私人导演联络 2362-0266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机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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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